下個月黃遠之來到溫哥華開Show絕對是成中熱事之一 但今個月尾也有另一個年度盛事開幕 就是溫哥華國際遊艇展2024 今天邀請主辦方代表Mia上來跟我們分享這個Show的亮點 Hello Mia 你好 不如跟大家介紹一下快來舉行的溫哥華國際遊艇展2024 2024年是Vancouver International Boat Show的第61年 1月31日至2月4日 總共是5天 這個活動好像往年一樣都會在兩個不同的地方 室外就是Granville Island 室內就是BC Place舉行 嘩 真的很期待 Mia 你覺得在BC省買船何時才是一個好的時機呢 其實如果你有興趣買船 你參加船展是一個很好的機會 因為這個船展上會有很多不同的船 譬如Granville Island 室外會有一些大隻的遊艇 或者是在BC Place 室內可能會有一些快艇 或者一些遊艇的配件 或者甚至乎一些玩具 例如Paddle Board 或者我們常見的Jet Ski 哦 明白 那這次船展有些什麼 我們觀眾是不可以錯過的呢 是的 船展其實是一個很好的買船的機會 因為上面有很多不同的參展商 還有現在做決定 或者現在開始去了解 就做好一個準備 就是到時去到春天、夏天 準備好了就可以去享受去玩船這個樂趣 如果有些觀眾之前是沒有駕船的經驗 又想學駕船 你會不會有什麼提示可以給他們呢 是的 遊艇就分有很多不同 有些人可能他最主要去到海 都是想釣魚 或者捉蝦、捉蟹 可能他就是找一些特別去做這件事的船隻 那另外一些人可能想去周邊不同的島 或者是溫哥華再畢的地方 慢慢去玩 可能一去出海就好幾天 或者好幾個禮拜 那所需要的船的配備就不同 那首先就是要了解一下 你買船你想怎樣玩 那之後呢 知道了之後就可以來船展 了解一下一些不同的船隻 那譬如釣魚船都有很多不同的牌子 每一個牌子都有自己的特點 那來船展去了解 其實就是一個最好的一個platform 去看一下不同的產品 那同時都會 船展上面都會有一些中文的講解 就是了解一下 Vincuber附近 有些地方可以去 還有可以怎樣去玩船 好啊 我都想親身去體驗一下 這個國際遊艇展 那今天謝謝Mia 那有興趣的觀眾朋友 就記得去參與這個年度升試 那我們螢幕八爪魚 都會有送飛活動 只要上我們的網址答對以下這條問題 就是溫哥華國際遊艇展2024 我們會在哪一天開始 就有機會贏取 再見了 再見